持續來關注就在去年底希拉雅族證明成功 這趟旅程並不容易 而強調使用族語進行各族傳統文化教育 以及公共議題的論壇型節目 阿亞拉厚更是首次邀請了希拉雅族群的青年 要用自己的語言分享學習族語的過程 以及對族群的認同 有別於其他原住民族語言的傳承 封城四百年的希拉雅族語 是從一本聖經裡被找到之後 透過各年齡層族人的努力下再次被使用 因此比起討論語言使用的原真性 希拉雅族的年輕人更希望透過語言的學習 讓土地 人 還有記憶彼此連結 讓每一個人在當代的社會 都能找到一起前進的動力